半導體產業併購的消息不斷 市場一度傳出 台灣晶圓代工龍頭的台積電 下半年可能訂單遭到腰斬的揣測 今天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 在股東會上表示絕無此事 台積電召開年度股東會 董事長張忠謀 從股東手中接下 向爭鼓勵的捧花 針對公司下半年營運展望 發表看法 我們的公司的這個營運 今年全年會比去年要成長 我想大概是十幾% 第二問題是傳言說是 我們訂單被腰斬 絕無此事 絕對沒有這個事情 否認外界看衰傳言 張忠謀在股東會上表示 台積電在2014年營收成長28% 盡力增加40% 對於下半年半導體看法樂觀 競爭對手是我們一直就有的 我們的市場 我們的市場占有率 我們是逐年再增加 這幾年以來逐年再增加 現在已經增加到50幾個% 由於日前半導體大廠Intel 以總價167億美元收購 雅爾特拉半導體 以及荷蘭半導體商 恩正普宣布 收編菲斯卡爾半導體 多達700億元的併購案 引起半導體產業大地震 對Intel併購雅爾特拉 是否可能造成訂單流失影響 張忠謀強調 強調台積電的技術具備領先優勢 仍是大廠Intel的最佳夥伴 對負面衝擊張忠謀樂觀以對 股東會現場決議發放 每股4.5元的現金鼓勵 並選出前應用材料董事長 麥克·史賓林特 新增為獨立董事的議員 新唐人雅亥電視 林秋霞 沈維彤 台灣新竹採訪報導